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导航避障的理论部分 第一个,Navigation Navigation是Rose的二维导航避障功能包 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输入的里程记等传感器的信息流和机器人的全局位置 通过导航算法,计算得出安全可靠的机器人速度控制指令 这里是Navigation的主要节点及配置 首先第一个,Mubis Mubis是导航避障控制的最终执行机构 它通过订阅目标并实时发布运动控制信号 并且它里面的各种导航算法模块都是以插件的形式进行调用的 第二个,Navcode 这个是一个规划器,里面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Local Planner 这个是用于局部路径规划 第二个,Global Planner 这个是用于全局的路径规划 第三个,Recover Map Server 这个呢,是恢复行为 恢复行为 它是用于机器人碰到障碍后自动进行的一个逃离恢复 然后Localization 这个呢,是位置 里面呢,ACML 这个呢,是利用粒子滤波算法实现的机器人的全局定位 为机器人导航提供全局位置信息 上面的这个一般是仿真用的 然后这边的Map Server 这个是通过调用Slam箭图得到的地图 为导航提供环境地图信息 第二个,Custom Map 2D 这个呢,它是可以生产代价地图 以及提供各种相关函数 第三个,这个是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输入是里程记 IMU,VO中的任意两个或三个 输出是一个融合之后的POST 最后呢,这个呢,是用于3D部分的节点 然后我们看到TF的部分 导航功能要求机器人使用TF 发布有关坐标系之间的关系信息 例如激光雷达,Best Laser 这里呢,就是激光雷达的一个坐标 Best Link,这里是机器人的一个中心位置的一个坐标 那么,通过第二张图 我们可以知道Best Link这个坐标 通过向右平移10厘米 再向上移动20厘米 可以得到Best Laser的一个坐标 那么现在已知Best Laser 距离前面的这堵墙的一个位置信息 如何求得Best Link相对这堵墙的位置信息呢? 那么在TF中,我们将两个坐标的位置关系输入进去之后 可以得自动的计算得出Best Link到墙面上面的位置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Mubase Mubase提供了Rose导航的配置运行交互接口 这里就是Mubase的整体框架图了 其中里面的这个大方块 它就是Mubase的核心框架 然后外面的这些 第一个AMCL 这个呢是门特卡洛定位 第二个Sensor Transfer 这是传感器的TF坐标变换 这根斜杠上面的这些文字 上面这个是话题名 下面的是话题类型 这个是传感器的这个里程记的一个相关信息 这边这个MapServer 它就是这个功能包呢是加载我们保存的地图 我们保存地图也是用的这个功能包 加载地图也是用的这个 这个MapServer会把地图的信息发布给Mubase 这里是它的一个话题名 下面的是它的一个话题类型 下面的这个SensorSource 这个是传感器的源 就比如说激光雷达扫描啊 或者是点银扫描的一些数据 它会把这些数据发布给Mubase 最后再给Mubase来处理计算 最后再得出限速度 角速度这些数据发布给机器人控制 上面这里呢是输入一个目标点给Mubase 就是Go是目标 然后呢这个Global Planner 这个是全局路径规划 旁边的这个Global Global Cost Map 是全局代价地图 在输入一个目标点之后 小车会根据这个全局代价地图 与当前的一个位置路径 来做一个全局的路径规划 在移动过程中 小车的雷达会对周围的环境 进行一个扫描 然后传出来的数据呢 来生成一个局部代价地图 就比如说增加一个障碍物 或者一开一个障碍物 就会实时的去刷新生成的局部代价地图 这个就是局部代价地图 局部代价地图 我们是可以去设置的 去设置计算小车周围的几米范围内 生成一个局部代价地图 这边呢是局部的路径规划 局部路径规划 会沿着全局路径规划的规划走 但是如果路径中有障碍物 那么局部路径规划 会绕开障碍物 再进行的去导航去行走 全局路径规划 它只是一个参考的路线 小车实际上还是按照 局部的路径规划来走的 局部路径规划 才是小车的真实行走的路见 它会参考这个局部的代价地图 生成一个这样的局部路径规划 然后这个recovery behavior 是恢复行为 如果说小车周围全部被挡住了 那么小车就会旋转 完成旋转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行为 去找到没有障碍物的角度位置 然后再走出来 它里面呢 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 框架的图呢 主要是分为三种 一个是白色的 白色的是必须的组件 是这个mobase mobase提供的必须的组件 然后这个灰色的 灰色的组件是可选的组件 就比如说这个门头卡洛定位 它比如说我们用的三维建图导行 那么它就不需要使用我们的 我们的卡洛定位 它自带有一个定位的功能 再然后再如果说这个地图 比如说我们使用IRT探索 建图就不需要有这个地图的服务 所以这个呢也是可选的 蓝色的部分呢 是要完成一个机器人创建的 必须的组件 每个机器人呢 都是要有这些的组件 我们才能完整的完成这个导航 地图的功能的 这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阿卫纺织软件 来看一下这些对应的模块 进入仿真界面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给它放大 用鼠标的这个滑轮 可以把这个图放大 放大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TF 点击这个TF 所有的传感器的位置坐标都会出来 下面呢 有更多的折叠像 这里呢 就是一些轮子 摄像头 或者是或者是雷达 地图 这个ODOM传感器的一些位置坐标 都给它标注出来了 也可以把它取消标注 也可以给它加上 这里呢 是可以自己去显示打开 或者是关闭的 然后我们把图片缩小 看到这个红色的这根线 这个红色的这根线 就是当前雷达扫描的一个障碍物的一个信息 把它取消勾选 它就没有了 再然后这个就是地图 这里用到的是我们上次实验采集 去出来的一个地图 把它勾选去掉的话 现在呢就只剩下一个全局的代价地图 和一个局部的代价地图了 再接下来这个是全局的代价地图 给它取消勾选 这个地图就没有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 是这个路径规划 接下来这里呢 也是一个局部的代价地图 和一个路径规划 这里呢是可以来 双击这里去选这个规划的话题的 再接下来这个是ACAMCL 是这个绿色的这个箭头 还有这个规划 这个也是一个规划器 机器人模型和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还有导航的一个方块 接下来我们看到mobis的通讯机制 第一个action mobis节点提供了sample action 所有的一个实现 它接收包含这个的消息的目标 我们可以通过ros 直接与mobis节点通讯 但是如果我们关心跟踪目标的状态 那么可以使用sample action silent 将目标发送到mobis 这里有一个表格 第一个go 是发布任务目标 这里表示的是mobis订阅 将要到达的目标点 第二个cancel 请求取消任务 这里对应的是mobis订阅 取消特定目标的请求 第三个feedback 周期性的反馈 任务运行的监控数据 这里包含发布 发布包含底盘的当前位置 第四个status 通知客户端当前的状态 这里是发布移动到目标点过程的状态信息 最后一个result 向客户端发送任务的执行结果 只发送一次 这里我们发送的是移动的最终结果 第二个话题 mobis sample go 这个话题是为了不关注跟踪目标的状态 执行状态提供的一个非action的接口 它也是表示的mobis订阅将要到达的目标点 第二个cmd-vl 表示的是发布小车的移动速度 第三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是允许外部用户 从mobis请求给定姿势的计划 而不会导致mobis执行该计划 第二个 是允许外部用户通知mobis 清除机器人周围区域的位置空间 当mobis的代价地图停止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在环境中的新位置 重新启动时 这一点非常有用 第三个 允许外部用户告知mobis 清除mobis使用的代价地图中的障碍 这可能会导致机器人撞到东西 使用的时候应该要谨慎 接下来我们看到mobis的参数配置 这个文件呢是在我们的 yaboncar-nav的功能包里面 大家可以从那里面去找到这个参数文件 上面的每一条参数配置 我们都有详细的中英文注解 大家看一下上面的中英文的注解就可以了 这里就不给大家重复的去解说了 一般情况下大家是不需要去修改这些参数的 因为我们出场的时候已经给它调整到了一个对焦的状态 这里大家看一下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到恢复行为 恢复行为是当全局规划失败 机器人震荡或者是局部规划失败的时候 才会进入到恢复行为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参数来配置这些恢复行为 也可以使用这个参数来禁止恢复行为 希望的恢复行为是用户指定区域之外的障碍物 将从机器人的地图上清除 接下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机器人将会执行原地旋转以清理空间 如果这也失败了 机器人会更加的积极清除地图 清除举行区域之外的所有障碍物 在该区域内机器人可以原地旋转 随后将进行另一次就地旋转 如果这些都失败 机器人会认为他的目标是不可行的 并通知用户他已经终止 也就是这张图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导航地帐的过程中 如果终止了 就是相当于周围都是障碍物 那么小车呢 会进入一个保守的恢复行为 然后他会清除这个障碍物 如果还是没有清除 还是卡住了 那么他会进入一个旋转的清除的恢复行为 如果还是失败了 那么就会进入一个积极的恢复 如果这个还是失败了 又会进入这个旋转恢复 如果仍然失败了 最后呢 他就会通知用户 他已经终止了 这里就是恢复行为相关的功能包 分别呢 是这三个 这三个包里面分别定义了三个类 都继承了这个接口中的一个规范 首先 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恢复行为 它清除代价图中的信息 然后限制机器人的速度 注意这种恢复行为并不是真正安全的 这些人可能会击中物体 它只会与用户指定的速度来发生 这里面呢 是这个里面的一些参数 里面对应的一些解析 第二个旋转恢复 是通过机器人的360度旋转来清除空间 这里是它里面的参数对应的一些解析 最后一个恢复行为呢 是将mobase使用的代价地图 还原为用户指定范围之外的静态地图 这是里面的一些参数和它的一个解析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